这是师弟猛最豪爽的一次战斗 刚上场就将变身器当作成枪来使 甚至一口气甩出五个技能都不带喘气的 这天沙拉曼达突然出现在城市中 肆无忌惮地破坏 收到消息的UGM迅速来到此地 向沙拉曼达展开攻击 可没想到激光炮竟然都对沙拉曼达不起作用 队长猜测此怪兽非同寻常 于是派基地分析一下他的数据 在使用摄像仪照射一番后 得知沙拉曼达他的头部和背部的皮肤都极其坚硬 而他的弱点则是他的喉咙处 为了可以攻击到沙拉曼达的喉咙 师弟猛一身反线 将飞船与机舱分离 引诱沙拉曼达将头抬起 趁此机会 队员们集体攻击他的下额处将他消灭掉 虽然取得了这次的胜利 但师弟猛这种行为实在是太危险了 回到基地里后 山丘队长来到了此地告知大山 上星期的时候 北美的队长被暗杀了 此事件很有可能是宇宙人干的 而且下一个目标说不定就是你大山 要多加小心一点 到了傍晚时分 宇宙人哥尔共心人突然出现 将沙拉曼达的肢体带走 打算将沙拉曼达重新复活 为了可以干掉多管闲事的大山队长 哥尔共心人开始行动了起来 另一边正在家中安心看书的队长 突然听到了门铃的声音 于是上前开门 对方自保 自己是UGM基尼文件的助理 上前来送文件来了 队长也没有多在意 正准备给他到咖啡室 助理突然之间变成了戈尔共心人 心亏队长反应及时 掏出武器迅速将他击毙 便回了助理的模样 可没想到 这番动静惊扰到了附近的游客 在看到 是UGM队长将女孩杀死后 很快扶勃了 找上门来 将大山队长带走 此事件在东京也引起了不小的动静 可身为爱迪的师弟 猛一眼便看出 那个女孩很有可能是宇宙人 而且目击者群众 也可能掺杂着宇宙人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队长拉下去 到了白天 师弟猛及其队员们 来到这里看望一下队长 师弟猛猜测 在队长被囚禁的期间里 宇宙人肯定会开始行动的 到时候把他们一网打尽 就可以换来队长的清白了 就在这时 门口的抗议者 纷纷击破头顶想要冲进来 而本田他们也只好前去帮忙 只有师弟猛一眼 便看出这件事情的端倪 于是师弟猛来到了楼顶上 将自己的变身器安装在望远镜上 使用特殊的等离子电波 将他们驱赶走 事情果然如是的猛所想的一样 他们果然是宇宙人 见到计划暴露的 宇宙人迅速离开了这里 并将沙拉曼达重新复活 命令他大肆破坏城市中的建筑 得知此消息的UGM集体出动 可却未能伤及沙拉曼达 反被沙拉曼达将其消灭掉 另一边 知道是宇宙人栽赃给队长后 大山队长迅速与师弟猛展开阻弓 使用相同的招数 再次引诱沙拉曼达抬头 可是这一次作战计划不太行 一下子被沙拉曼达抓住 将他们的飞机打爆 情况紧急 艾迪迅速登场 将队长放到安全的地方 与沙拉曼达展开对决 面对地方的扫射 艾迪丝毫不怕 学起初代 用凶肌抵挡伤害 气愤的沙拉曼达使用火焰攻击 艾迪照样丝毫不怕 召唤出奥特屏障 抵挡住他的火焰攻击 下一秒艾迪腾空跃起 一脚成功 将自己干成红灯 几个回合下来 艾迪逐渐落入了下风 没办法的艾迪使出了奥特飞踢 接着使用沙库休姆光线 降低他的血量 最后艾迪使用出了奥特眼部点射 直接将沙拉曼达干掉